等一下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名稱他的ID 叫做TST 如果Testbox習慣上就是用縮寫 開頭是小寫的TST 第一個呢 大寫NAND 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盡量按這個規則會比較清楚一些些 OK 另外的話 請你把這個Button點下去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屬性 屬性就是他的外觀 他外觀 另外ID部分的話 請你把這個原來叫Button Button1 把它改成叫BTN01好了 比如說這個是Button01 BTN縮寫 小寫的BTN01 然後呢 上面的文字本來叫Button 請你把它改變名稱叫 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裡面呢 會有個標籤叫Test 這個Test就是他的外觀 裡面的文字 那文字呢 你上面把它改成要確定就好了 它顯示出來就確定 所以這個屬性基本上就外觀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Label 這個Label的部分的話呢 請你把它改一下 名稱的話呢 也是ID部分 改成 縮寫叫LBL 也是小寫 後面加一個NAND 就是它的名稱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裡面預設已經有Label這幾個字嘛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希望顯示出來的話 我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的方法很簡單嘛 你就找到一樣 是 外觀 裡面的文字的話 那 一定就是在屬性裡面的什麼 Test裡面 那請你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什麼 沒有 那沒有就是 把它刪除掉就好了 所以把Label這幾個字把它刪除 按Enter 你會發現裡面就沒有 不過如果裡面是空的 它會顯示它的ID 那這個ID在設計的時候會出來 可是 你在執行的時候呢 它裡面就是空的 OK 好 我們已經 設計完畢之後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 秀出來 看看 這個最後的結果是不是我要的 那我要怎麼執行 特別注意喔 各位可以看到 他這邊 以前呢 你必須要架一個網站 架一個server 一個伺服器才可以執行 可是 ASP.NET很貼心 他已經幫我建一個虛擬的 伺服器給我們了 你不用去架 以前要架什麼 IIS 那些 其實不用 你就直接按下什麼 執行 執行之後呢 他就自動幫我們把它編譯之後 放在那個 內部的虛擬的伺服器 然後呢 再叫出你的瀏覽器 直接就可以幫我們執行出來 所以你按下 開始徵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他就會叫出IE瀏覽器 並且把我們 這個剛剛所修改的 畫面 秀出來 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呢 我在裡面呢 打上 一個 比如說我在這邊 打上一個什麼呢 打上我的名字好了 或者是說打上 這個 英文名字好了 Terry OK 按個確定之後 那如果我今天按下確定 希望在這個地方顯示的話 那該怎麼做設計 現在非常簡單 現在 現在是有了 因為我已經先寫好了 理論上按下去 是不會有反應的 那 如何 如何要可以 當我按輸入之後 底下能夠秀出我要的 在這個裡面呢 那接下來把這個地方 瀏覽器先關閉一下 關閉之後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下方 這邊就是我的虛擬的 伺服器就在這裡 它自動幫我產生 那我要怎麼樣 當我點了它之後 要 把上面的內容 秀在哪裡呢 秀在下面這個地方 我就必須在這個按鈕上面 做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當我點下去 對不對 那如果在別的語言 在Java裡面要自己寫 可是在Visual Studio不用 直接點兩下 自動呢 它就幫我寫好了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已經幫我跳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裡面呢 預設是沒有 我把它先清除掉 預設就會跳到這裡 它會有一個叫 Void Void就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當我什麼呢 Button 01被 Click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所以呢 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直接在裡面寫 做什麼事情呢 把上面的文 上面的那個 Test 有沒有 裡面的那個文字 丟到下面給它 那你想說 其實它的前後關係 這個有點像 Excel 你要把資料 帶到前面 就是兩邊要傳送資料 那首先的話 我要怎麼把後面的資料 傳送到前面呢 前面的部分 請你輸入什麼 LBL 因為我要知道說什麼 我前面是 這個Label 我要把資料 先 這個是沒有 這裡面是沒有 所以我就 其實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個 智慧的提示 就是說你只要打一個 LBL 它自動會 你畫面上有的 原件名稱 它就自動出來 你就按一個Enter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在 因為我要希望在那個標籤裡面 放一些文字 那文字的屬性標籤你要給它 文字的屬性標籤就Test 所以你就找到Test 就是說 Label Name 這個裡面的文字呢 要等於什麼呢 來源在哪裡 來源在 我上面的東西 所以你就打一個TestName 有沒有 其實打一個ts 它就自動出來 因為它會自動幫你搜尋 畫面上面有的東西 然後呢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這個Test 也就是說呢 我前面的Label 它的文字來源 是在 後面這個地方 也就是我把 把這個資料 把它傳送 把它裡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來 而已啦 就是這樣子而已 OK 那 最後特別注意 因為它的寫法 如果VB到這裡就結束了 可是在 CShop裡面 還沒結束 為什麼 因為 它這邊少一個什麼東西呢 結束符號 什麼呢 分號 特別注意 這個以前寫VB的人很容易忘記 都忘記 打分號結束 結束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來試試看 把這個丟給它 有沒有 把這個丟給它 機器就這樣子 可以把它做一個全部儲存 然後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之後的話呢 它自動會叫出什麼 叫出這個 然後把這個名稱打上去 Terry OK按確定 底下就出來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呢 把這顏色改變怎麼辦 上個顏色就好了 那 上個顏色要怎麼上一個顏色 其實 如果說我要更改顏色 原來在Label裡面非常簡單 點它之後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哪個屬性標籤呢 這邊應該是前景顏色 前景顏色應該是這一個 Full color Full color顏色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改成什麼 藍色的 按確定 它就變藍色了 不信的話我們執行起來 按個確定 這就變 藍色 OK 好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這個地方先完成 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 操作環境可能大家也還不算 不是那麼的熟 熟悉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地方 再完成 那我把那個重點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這個地方 點兩下 就會進到 游標放在這裡 就是我們程式 那我等一下也會把畫面拍照 放在我雲端上面給各位 OK那畫面再要先還給各位 先試試看 其實不需要死倍了 你了解它之後你就知道 原來只是把 上面的值 丟給Label標籤顯示 而已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